我刚才讲这个恩典和律法 我现在讲这个应用 在恩典中推动我们尊重人 是怎样应用出来的 方法是这样的 我鼓励人的时候 我鼓励人祷告 我会怎样鼓励呢 有些人是这样的 律法的鼓励是这样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 你每天要祷告 你要悔改 这是你要 总是用要这个字 我通常不用这个字 我通常是怎样说呢 神有很多恩典要赐给你 神已经为你预备很多恩典 是你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是因为想到的 当你爱神的时候 这些恩典就会临到你身上 我用当你 当你听见神 神就像恩典放在你的里面 是神已经老早预备的 续篇139篇16节 你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 神已经写在天上了 神给我们的计划 神的计划不是说 你没有用啊 你什么都失败啊 你要离婚啊 你要被人打啊 被人骂啊 神不要写这些 神会说 虽然你有困难 我与你同在 我会给你力量 我拯救你 我陪伴你 我差遣 圣灵感动你 我给你力量 给你恩赐 给你道路 给你机会 这个是神预备的 我们怎样进入这个计划呢 罗马书12章1节2节 当我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有此事奉 是你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察验神的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们将身体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发现 察验神的善良 成全的旨意 这个旨意已经写在天上了 所以我鼓励人 尊重神是这样的 神已经预备一个计划 你跟从神 你将生命献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被神改变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了 我会说 神先做了祂的工作 当你跟从祂 就会进入祂的计划 是神为你预备的 不是你想出来的 我的生命的教育 不是我想出来的 是神为我预备的 当我信了耶稣不久 就有一个人对我说 当时我已经有信 这人对我说 我愿意帮助你去外国读神学 他自动说出来的 不是我要求的 不是我问他的 然后当时我还不相信 所以我没有回应 过了几个月 他说 你有没有将你的 你的 读书的资历 你的读书的证件 传给这个 圣经大学了 我当时才知道 他是认真的 我就传了 就是说 神已经有计划 有恩典了 当你跟从祂 爱祂 就进入这个计划 所以我鼓励人 祷告是这样的 天上神已经有很多恩典 当你相信的时候 神就为你预备 圣经说什么呢 你为求以先 天父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 所以你祷告的时候 不是说 神啊 我要钱啊 我要读书成功啊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我要老婆啊 老公啊 我要儿女啊 我要什么 你不需要告诉神 神已经知道 我们可以祈求 但最重要是 我们爱神 圣经说 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 你眼睛为神看见的恩典 献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嫁给你 所以我们可以说 啊 我爱神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 神就为我们预备 所以我就很轻松了 我就告诉人 祷告是这样的 神已经预备好了 你相信祂 你信尽祂 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够查验神的善能成全 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不是说你要向身体献上 我不是说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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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当你这样做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你的爸爸会对你说 爸爸爸爸对你说 你回家的时候啊 有些饼干啊 有些食物啊 你来就可以吃了 父母这样说 父母没有说 你要进来 然后闹 要拿这个食物要吃 是不是 如果你的父母爱你 你就说 你回家 你就去 这个冰箱 拿这个食物出来 你就可以吃了 这个就是好的父母的话 神也是这样 我鼓励人读圣经 我去讲人鼓励 我说圣经有很多应许 但很多人没有活在这个应许里面 他们觉得 我很苦啊 很辛苦啊 很多麻烦啊 没有力量啊 都是这样想的 但圣经说什么呢 很简单的 你爱神神就为你预备很多很多的恩典 你想不到的恩典 你尊重神 你就是建造在磐石上 你依靠他 依靠他人 必重新得利 圣经很多应许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啊 圣经很多应许 就告诉你 神会陪伴你 你就如鹰长翅上腾 必重新得利 圣经是不是充满这些应许啊 但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些 只是说你要你要你要 所以我告诉人 圣经很多应许 你留心看 你看得相信 然后你抓住这个应许 很多人读过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气 但他们读了之后 就不觉得什么 就觉得自己做了 事丰还是不够好 所以没有用 但我鼓励人 你这样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气 你真心去做 虽然做得不够好 你真心去做 神已经喜悦 就会祝福你 这样的话有人就愿意释风神 你明白这个分别吗 一个是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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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讲到两天我都没有说你要的 我不喜欢用这个字 因为你要就好像 你要做你要做你要尊重你要尊重 神的计划 你的生命就建造起来了 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了 当你尊重神 神就祝福你 好了 我鼓励人 释风神 是这样的 你能够拯救一个灵魂去天堂 神很喜悦 这个人也很开心 神会祝福你 神会给你聚会聪明 神会欣赏你所做的 所以你去传福音 神很开心 神在天堂在笑 这个人很努力传福音 神就在笑 所以你去侍奉神 神很喜悦的 你去帮助人的灵魂 帮助他们爱主 依靠神 神很喜悦 祂就会给你力量 给你聪明智慧 你努力去做 你努力去做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你 我是这样鼓励人的 我不会说你要侍奉 我会说 当你侍奉的时候 神就尊重你 圣经说什么 若有人服侍我 天父必尊重他 神会尊重他 这个人神尊重的话 神必定看重的 我感谢主 你们的老师 几次听到圣灵的声音 告诉他 叫厌务序教导 相信厌务序会帮助你的 事工 完成你的事工 还有说 不要担心 因为上次我有病 他说他很担心 然后圣灵对他说 你不用担心 他是我给他这个托付的 他是有使命的人 我必定保守他 你不用担心 所以他就知道 他可以轻松 他领受神的 圣灵的声音 就是说我们做神的工作 神必定负责 所以我是做得很轻松的 关于这一点 还有没有人想提问他 有些人说 是不是要圣灵充满 我说 当然好 但其实 当你抓住神的允许 当你抓住神的允许 我做什么 尊重神 神都喜悦 所以我可以做得很开心 所以很轻松地做 所以我愿意去做 所以我愿意细想圣经 我在家中常常都播放圣经的 我常常都听圣经 细想圣经 应用圣经 我喜欢圣经 我很喜欢圣经 圣经里面有很多应许 所以我鼓励人 读圣经 放在记忆里 然后我鼓励人去祷告 你亲眼神 你不用说很多话 你就说 耶稣你真好啊 哈利利亚 你喜欢神 从早上到晚上 都喜欢神 已经去祷告了 然后你 尊重神 神很喜悦 你侍奉神 神看中你 必定提升你的生命 你帮助人的灵命 神必定喜悦你 这是我鼓励人的方法 当你侍奉神 当你侍奉神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你 你愿不愿意啊 愿意 愿意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 当你侍奉的时候 不要说 很多人很难改变 我告诉你 我看着你们 有些比较有心的 有些还是做不定的 但我不要紧 小孩子不要紧 有些不能听得懂的 我不要紧 但我就会说 我做了 我可以做的 我轻松做了 我开心做了 你领受多少 就领受多少 我就开心了 我做了什么 我都开心 有一些 我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人不信 我的里面就不开心 我就祷告 求神帮助我 释放这个不开心 神就给我这个意念 你传的福音 例如这是这个人 这个人 没有信 没有信耶稣 有一天在审判台前 神会对他说 我的儿女向你传福音 但你没有信 所以你得不到我的恩典 但我的仆人 向你传福音 我喜悦他 我就祝福他 赏赐他 所以神就告诉我 你传福音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信 神还喜悦你所做的 神会赏赐你 神会祝福你 所以我们传的福音 他信不信 当然我希望他信 我尽力去帮助他信 但他没有信 我还是放手 我还是轻轻松松 继续去传福音 好了 有没有人有提问的 关于怎样鼓励人 鼓励自己 鼓励自己 读圣经 鼓励自己 祷告 鼓励自己 去侍奉神 尊重神 我是这样鼓励自己 我是很有动力去做的 我永远不想停的 有些时候 你们的老师说 你休息一下 有人过来问 问问题 我说不要紧 我有很多精力 我有很多力量 虽然我72岁 但我很有力量 神给我力量 我休息的时候 他们要五岁 我说不要紧 我叫你们弹琴 有些人学弹琴 我就说 我不需要五岁 这是我愿意侍奉神 愿意全力地侍奉神 因为我知道神喜悦 我也是很享受的 很开心的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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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带领敬拜 也可以很开心的 你们带领这首 哈利路亚 耶稣爱我们啊 我们也爱耶稣 你看着我 怎样带领敬拜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赞美主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就自己投入的 赞美主 也告诉人 神很喜悦的 常常用神很喜悦 我们爱神的 我们爱神 我们神就很喜悦 我不会这样说 你们要投入 我会说 当我们投入神很喜悦 神也会祝福你 哈利路亚 是不是这样说话 更鼓励人啊 还是说你要 你要你要 你要 你不做 神就惩罚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